他那时候他就到了现场之后 他跟我们说可以 先我们到他车上把竹子搬下来 然后可是最后我们 然后最后我们到车上之后 我们把竹子搬下来之后 他就开始教着我们 要如何用竹子来练习挥棒 回忆半球队因为资源缺乏 教练只能用柯难的方式来教球 尤鸿宇表示 从小就乐爱半球 但当时学校苦缺经费 无法成立半球队 他自己写企划寻求外界捐款 梦想实践这一路来 从反对到陪伴的学校老师 一直看在眼里 我从尤鸿宇身上学到的是 好像有时候爸爸妈妈或者是老师 得要放宽心 我觉得那本来就是生命的历程 就是这样 国中没有棒球队 学校说没有钱我就去募款 好了国中三年念完了 到高中我还是要棒球队 高中又没有棒球队 他又出去募款 他就是一个年轻人 有梦最美 他就是有梦最美的这种人 所以我们要鼓励年轻人勇于做梦 除了实现棒球队的成立 游鸿宇也在老师英才师教下 透过特殊选材计划 顺利录取就读清华大学 他在书里提到 身旁有许多原住民同学 身上有许多天赋 希望他们可以利用自己的优势 寻找机会 如果是原住民的同学的话 他们第一次就很快地 就可以进入状况 然后再有很好的表现 那其实另外就是他们非常的愿意 在棒球这块上做付出 我觉得就是当你有什么想要完成的事情的时候 先去尝试看看 当然尝试之前你可以先仔细地想一下 今天是你要怎么完成 然后如果需要别人帮忙的 勇敢地去寻求别人的协助 那你一定在尝试的过程当中 无论成功或失败 你一定可以有所学习 游鸿宇表示 祸上棒球梦新书 除了记录自己足梦的过程 也记录许多原住民学生 在东部棒球场上练习与比赛的照片 想借由照片传达给读者 学生实践梦想 除了教室外 也有许多球场的学生 在努力实践梦想 原时新闻 大陆 华联市采访报导